167集 银子章暗中瞪了他一眼 猪猪惭愧低头 小猪马上狠狗腿地跑到银子章肩膀上 蹭蹭他的脖子 讨好的嗡嗡低叫两声 和谐带同抱法虎他们进入洞内 这里的金身灵物果然比外边还要浓郁得多 十栋正中 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小小泉眼 金光闪闪的泉水 好像被煮沸了一般水波翻涌 蒸腾起金黄色的雾气 泉眼周围正如和谐所说 盘西坐着不少的筑机修饰 金灿灿的泉水光影折射到他们身上 仿佛为他们镀上了一层金粉 这些修饰比外边那些年纪稍大 但也没有一个超过百岁的 不少已经到达筑机后期 随便一个放到外边去都是难得一见的精英子弟 这里一抓一大把 而且还不过是今日所见的其中一批而已 昭菜宗的实力可见一般 几个人试着吸一口这里的金身灵雾 只觉得那种针刺的痛苦感受 比外间强烈了数十倍不止 真要泡入泉水中 那种感觉想想都头皮发麻 难怪助基修士也只是允许吸收灵气 他们如果进入金身泉 只怕马上要活生生全身爆裂而亡 不过剧痛之后 紧接着的舒畅感却也更加强烈 爆发虎抵缠上他们 迫不及待地想要试一试 真正泡入金身灵犬中的感受 石洞再往里走 还连着一个更大的石室 石室正中竖着一面白玉屏风 上书一个巨大的金色镜字 和谐走到这里 浅然道 里面未得许可 便是我也不能内进 这里六面玉牌 上面刻有号码 可以通过进制 几位凭玉牌 进入对应号码的石室内修炼即可 金身泉虽好 但几位切记莫沉迷其中啊 浸泡太久了 对身体是有害无益的 六面玉牌 有四面刻着的号码 是一模一样的 猪猪与石应律得到了玉牌 号码也是相同的 估计是男女分开之意 绕过白玉屏风 后面就是一道长廊 一共有十个洞穴 他们要去的两个洞穴 正好相邻 一般一个洞穴最多可供五人同时浸泡 而石应律那个是唯一专供女修士用的 就算在昭菜宗这样的一流宗门里 能够结单的女修也是少数 两个洞穴中都没有旁人 洞穴内除了一个六尺剑方的金身泉池 还连着五个小小的静式 供修士们修养条西之用 猪猪看了十分喜欢 她可以在静式里练练单做做饭 也不愁寂寞 爆发湖底蝉上等早就等不及了 耐着性子在池边打坐条西准备一番 然后便小心翼翼泡入池中 地蝉上人才进去就忍不住大叫 池水泡过的身躯 像被人用蛮力生生撕裂开肌肤 连筋脉也一并扯得支离破碎 五脏六腑仿佛被利刃穿刺而过 然后一阵粗鲁的搅动 那样的痛苦简直让人如同置身地狱 银子张也觉得有些难受 不过远没有底蝉上那么夸张 他知道这是因为他曾经过无声惊雷的淬炼 身体强度远胜他们的缘故 他心念一动 伸手刻抓住爆发虎与底蝉上一只手掌 几个人与他相处多时几乎马上明白他的意思 肌育骨马上挣扎着握住暴底两人另外的一只手 银子张马上将真元顺着两人的手臂传送过去 其余三人只觉得一股冰寒之气游过体内 顿时痛楚稍减 头脑也恢复了清明 开始运转体内真元抵抗筋身拳带来的剧痛 如此过了大概半个时辰 三人终于慢慢适应过来 松开相连的手掌各自修炼 银子张觉得金身拳对他的帮助并不太大 正考虑是不是到静世改用冰鬼灵石与寒潭水修炼 忽然听见洞外有人大喝 聚精会神抵抗着金身拳水侵蚀的爆发湖等 被这一声暗含法力的鹤声一震 差点差了气 银子张眉头一皱 来者在这个时候突然大喝 分明是有心想害他们走火入魔 在金身拳这种危险的环境中走火入魔 后果可能是修为尽毁 这人用心未免太过狠毒 银子张从储物腰带中取出基优谷送的阵旗 往拳池旁边一抛 马上布成一个隔绝阴波法力攻击的简单法阵 然后伸手将底缠上等三人送出拳池 见他们情形还算稳定 他略松了口气 一跃跳出金身拳 将身上所有的防护震器全束抛出 把三人里外三层牢牢地保护起来 不管是谁 敢对他们下手的都必须付出代价 只是不知道猪猪那边情况如何 银子张快步走出山洞 洞外占了五名杰丹修士挡住他的去路 发现只有他一人完毫无损地从洞中走出来 都有些诧异 双方正在对峙 忽然另一个山洞中走出一名中年杰丹修士 外表上看大概四十岁左右 身材魁梧 显然也是匆匆结束修炼 从泉池里爬起来的 形象略有些狼狈 他恨恨地扫了这边一眼 对那五个人道 金身拳内严禁喧哗 你们莫非不知道 五名修士中最左侧一个修士 回身流里流气道 哼 不是事先通知你了 我们要替灵甲 灵丁他们报仇 你少管闲事 那中年修士还得再说 珠珠从旁边石洞跑出来 银子章正担心石应律 会不会也被赫声所扰 珠珠一看见他 马上放松下来 幸好你没事 师姐也没事了 师兄他们怎样 刚才珠珠手忙脚乱 把石应律救起 趁着他昏迷 与小珠合体 替他理顺了体内失控的真元 他现在已经能够 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合体之后 也不至于胡乱地释放微压 引人注意 做完这些后 想到银子章这一边 顿时下出一身冷汗 连忙想跑过去看看 幸好银子章也平安无事 银子章听珠珠这么一说 彻底放下心头大石 心念一转 我去看看师兄他们 这几个人你看着办 不必客气 林氏从来强者为尊 赵蔡宗想必也相去不远 还不如趁此机会让猪猪立威 日后也好让那些人少打猪猪的主意 猪猪听他的意思 自己几个师兄似乎出了些问题 忍不住担心 那你快去 银子章二话不说 就闪身退回洞内 那五个前来找茬的修士 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要修理的郑主 躲了起来 派个连修为都没有的黄毛丫头顶上 莫非以为他们会淋香惜玉 这土里土气的丑八怪小村姑 算哪门子的相遇 刚才仗义直言的魁梧修士 也暗暗摇头 他听到那五个人的贺声 知道洞里的是这几日宗门 常被人提起的圣旨派 也是今年斗法大会 新鲜出炉的冠军 他还以为对方如何少年英雄 怎么竟然是狗熊 事到临头派个小丫头当炮灰 朱朱根本懒得管别人如何看他 他只知道 就是前面这几个混蛋 害他的师兄师姐出事 这些人多数还是临时的人 这就更加可恶 刚才 你们谁在大声嚷嚷 猪猪很想威风一点 大声一点 但是说出口的话 调子还是惯性的软绵绵 五个杰丹修士忍不住大笑 中间一个指着猪猪挑眉 嘿嘿嘿 就是老子叫的 怎么着吧 猪猪不说话 摸了摸怀里的小猪 小猪用力做出凶恶的表情 可惜不太成功 面前五个修士 压根看都没看他一眼 小猪郁闷地收起表情 张开嘴巴 对着中间那个笑得最大声 最难听的修士腿上 喷出一团紫色的火焰 火光一闪 几个修士笑声 突然被人从中掐断了一般 换成了凄厉的惨叫 众人惊恐不幸的眼神中 刚才承认自己发生惊扰 圣治派众人的那名杰丹修士 突兀地跌倒在地 膝盖以下 一双小腿竟然已经被那小猪吐出的火焰 生生地烧没了 地上只余一堆黑灰 那修士的惨叫声不绝 其余四人不约而同倒退十几步 瞪大眼睛 死死看着猪猪怀里那只 看似无害的白胖小猪 这是什么怪物 其他山洞里 一直在关注着外边动静的修士们 忍不住发出此起彼伏的一阵惊呼之声 地上翻滚的那个杰丹修士 终于咬牙忍住了惨叫 双臂支撑着上半身 死命地往后击退 那名魁梧的中年修士也吓了一大跳 他也算见多识广 从未见过有火系妖兽厉害至此 被瞬间烧去双腿的不是一个普通人 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结丹期修士啊 你 你们如果再来捣乱 他 他就是榜样 猪猪的威胁语调 仍是结结巴巴 没什么气势 但是 再没人敢嘲笑他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个丑八怪发起风来 放那只猪攻击他们 他们全部死在这里都有可能 其中一名修士一言不发 抱起地上没了双脚那个 与其余三人扭头就跑 猪猪跑到银子张他们所在的山洞口 探头探脑一阵 不敢出声打扰 干脆抱着小猪坐在山洞口守着 其余那些山洞的修士都缩了回去 没人出来替那个家伙打抱不平 一来对猪猪手上的恐怖妖兽心有余悸 二来那几个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人给他们点教训正好 自己的同盟在自家禁地内被外人重创 确实有些丢脸 不过 这事自有上面的人来管 轮不到他们多事 只有那只恐怖的妖兽 别来找他们麻烦就好 那个魁梧的修士 吞了吞口水 慢慢的压抑住心底的震撼 暗暗打量起猪猪来 明明越看越普通的一个凡人女孩子 怎么手上那只妖兽就那么厉害呢 在下 我叫丽花 姑娘贵姓方明 魁梧修士终是忍不住好奇 主动搭讪 猪猪想起她在山洞 似乎隐约听见这人与那五个坏蛋争执 而且她不姓林 于是好声好气的 冲她一笑 我叫猪猪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